好了我们这边来看一下MLT对阵GYT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也是今天败者组的决赛了 输了就被淘汰了 赢了将会去胜者组 赢了将会跟MF必会失决赛 这边是搬了一个技艺师博弈 这边是在月亮和BOE要打一个邦邦 那么对面的话是拿出了一套飞师 飞师流 这个飞师流打传送邦邦是有所法的 是很有可能会让邦邦的传送都没有用的 一个体系 但是这刀阵容它是很吃它的一些基础条件的 比如说你首先你上来对吧 你的那个灵鹫得放得好 其次呢你这人不能导得太快 导得太快 你这灵鹫还不一定有用 还要等到祭司的大洞的一个位置的判断 配合 因为当时如果你的灵鹫对吧 你不能保证说你到导的时候 你要使用灵鹫的时候 这祭司就离这个灵鹫非常非常的远 如果说这一切条件全部符合 那么这一套阵容确实能打出一个 就让帮帮非常头疼的一个连招 这里看一下上来找到了冒险家 这局找到冒险家 我觉得这个灵鹫 对吧 还没看见这个刚才还少说了一个条件 少说这个条件就是万一找到了 对吧 除这个入列师以外的角色 你还要去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灵鹫 对吧 就比较讨厌了 那这个局我觉得穷者这里崩了呀 想穿 再穿 目前来看这冒险家一旦倒地 佣兵要救 这佣兵救一轮万一吃个双倒或者救不下来 这一局就可以宣判帮帮保平起步 增三增四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四专 所以这套阵容就BO一打呢 有点点太冒险了 没啥必要 就看上去确实是一套有过专门针对 有过专门的一个想法的一套阵容 然后有他成就有他成立的一个条件 但毕竟BO一有太多强势的角色 你真的是选一个前锋先知的配合 带一个祭司对吧 这套阵容把帽影家跟那个入列师给换了 你我不说你能够赢吧 但是保平的面还是要比这条阵容大的 像现在这个阵容的话 想保平还有一点难 不过还好 帽影家牵制的时间还可以 但是总体来讲 这个电击的速度是不足以支撑 这把穷者来取胜的 那只能看这边佣兵选不选择救了 如果佣兵选择卡着不救对吧 我反正我这体系已经打不出来了 那么等下一波佣兵卡着不救 那穷者可以保平 我觉得可以卡着不救 没必要再去博弈的手上面去对吧 试一试博弈的防守能力了 那这个帮帮的防守能力 不用你试 谁用谁知道 来了可能就有去无回 不就会最好 不就是最好的 你这边就看一波吧 他这边可能过半了以后 会选择就是去压一轮电击 干扰一手别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能找机会 有一波无伤偷 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对吧 我这边过来了 好 这边土拨鼠抱一下点 他过来了 看一下佣兵 有机会的弹货逼过去救一轮 没机会就算了 你再回来 对吧 我这里耳鸣卡着你 差不多可以了 那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可以 是一个比较明智 而且比较保险的一个选择 不会说是酿成大货 毕竟BO1你上来万一 一波防守失败 被打一个4抓 其实后面的局会非常难打 你保个平 哪怕你的队友被打一个3抓 什么的 那至少还能往下打下去 可以了 这样的话这一轮不救 然后这里的电击 待会傭兵来补的话 我觉得博弈这边想要去追 一个多抓就比较难了 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首先他的一个入链师体系 是没有被破掉的 入链师体系依然可以成立 祭司在外面 第二点就是这里的邦邦 他是没有二阶的 他的一个追击能力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并不是特别的强 他如果说到了二阶 他的一个追击能力很强 因为他炸弹够远 炸弹的一个范围会大 然后他一个炸弹的一个充能会快 是要比一阶的邦邦要差的多的多 这里看一下 用边补 然后这边是来炸入链师 入链师 土拨鼠这边说我灵鹫都放好了 我怕你呀 对吧 来抓我 尽其的抓我 待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外飞仙 这个飞仙倒不是仙 他是个飞师 对吧 直接就外面来 不过这边炸弹 博弈的帮帮炸弹丢的还是非常的准啊 这弹无虚发 一轮炸弹直接入链师倒地 看下这灵鹫应该是放在地图的另外一边的 不过这里邦邦是有传送的 他们需要赶紧把这家电机给抢了 这样的话邦邦就没有传送点 好 这一波非常nice 我把电机给抢掉了以后呢 你没有传送点了 那我外置为这个位置入链师一复活 你找不到 对吧 你没有办法可以快速的过来 这一手抢电机也是很到位啊 打完的话 这一轮打完基本上邦邦就准备保平了 邦邦也准备保平了 没什么可打性了 再往后打下去 球人这边血线一补 用兵手还有个薄命 他只要还要防一手 就是球人这边的一个强行针三跑的一个可能性 要考虑好这一点 因为用兵的薄命是没有交掉的 祭司在开门战的时候 如果说洞多 还有一个拉大洞的可能性 看一下祭司先把入链师摸好 然后开始准备打辅助洞 那这一把的话 球人这边的一个后续的安排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猫人家前期被找到一个比较烈的一个情况下 选择了一个比较薄球稳的方式来打 而且在后面那个应对上面应该是做到了最好 应该是做到了最好 这里有秘词还有三个护币 不带怕的 你追嘛 我已经把你拉到了起点了 你来追这边是没有电机可以让你守的 这里如果要补电机的话 更多其实是要让祭司去补 因为入链师是上过挂的 他这边的一个灵鹫已经是没有了 如果说入链师这边被找到快速击倒的话 穷者这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好 祭司这边打一个洞过河 要去补 要去补玄奘木马的电机 镜头给阿祭司 看到了 看到了 这里各种在拉扯 各种在拉扯 对于穷者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有利 因为这套阵容他们是翻不了太多箱子的 你翻了半天箱子也就对吧 佣兵一个人用 佣兵说我的护币不香吗 对不对 护币还没用完呢 所以现在翻箱子的一个价值不是特别高 好 找到了这边祭司 祭司王一个洞 想要一颗炸弹来 这边直接带走 一个洞打下去 一刀没打掉这个洞 跟下去再穿 祭司王没有洞了 但是他应该还是 这边选择传送 过来找了一手 是个佣兵 一个护币弹走 不想吃一颗炸弹 主要这边是一个单边地图的三连 一个护币弹 被打断了 哇那这样的话 佣兵要倒 佣兵手上还剩一个护币 电击这边是修了百分之五十几 将近六十 但是入脸师被找到了 邦邦这一轮的一个防守 还是比较到位的 一边守电击 一边来找人 他这边怕是祭司 还躲在这个地方再来补 那佣兵这边倒地 黑猫的祭司赶紧去摸 能够摸起来 入脸师现在这个血线的满血的话 他可以往上走一走 就是往那个二楼走一走 在这个地方等一等 问题不大 倒的话也没那么快 然后一旦佣兵起来了以后 邦邦并不还是要回去防守的 邦邦是想要通过防守 慢慢的把穷者这边的道具 全部耗没 把洞也耗掉 护币也全部耗完 然后再找一波机会 把穷者击倒了以后防一波 最好能够打一个人机双手 但是从穷者这边的一个拉点来看 应该是不会给到任何机会的 就是他们打得很谨慎 很提前走 我觉得这里的一个残局 两边处理的都挺好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博弈的这个远程炸弹 是丢的真的好 各种炸 好这边找机会 但是一旦有这种啊 往二楼去的一个高地地形的话 还是没那么好转啊 翻下去那边祭司 佣兵两个人抢抢一台电机 那现在两台电机开的话 这个位置 好像是电机不好守了 这里击倒以后挂上 我觉得如果这边能挂上直接传 就算传过去手做电机 但是还有另外一台 应该是要派祭司来救一波吧 哦不对 不能派祭司来救 祭司有血线一刀 那个一颗炸弹一刀没 还是要派佣兵来救 佣兵来救的话 最后一个护币会交掉 那么这里的一个机会 还是落到了帮帮头上 帮帮还是有机会 能完成一个三抓的 因为有一个上挂飞 同时呢 佣兵这边 他是只剩下一个护币了 一炸 好的 看一下 一个护币弹 那这边佣兵应该直接要救了 看这边的炸弹的一个防守 直接掏 掏下来 一炸 有薄命 板子一下 这里电机直接点开 佣兵这边抢门 然后一个往鬼屋拉 有传送的话 这边将佣兵击倒 然后再来看 祭司的话可能会 我觉得那个弱链士 应该在二楼准备拉大洞了 对 他这边是不在 没有进二楼 没有进二楼拉大洞吗 没有进二楼拉大洞 这个洞有可能能不能炸得到 看一下 这个洞一定要处理掉 这个洞一定要处理掉以后 还能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人给击倒了 这一波这个大洞打的真的是有问题啊 当时我以为这个弱链士会直接选择 就是进到二楼去接这个大洞呢 你在这边接大洞 那帮帮看见以后 过来把你这个洞打了 人没了呀 这挂飞以后再回去找佣兵 佣兵这里要交自摸 祭司的话要先点门 这一波后续在最后的残局处理上面 穷者这边有点不谨慎啊 其实没有必要的 这个大洞一定要在就是进了鬼屋 以后二楼接是最稳妥的 而且这个祭司的洞 其实没有必要打得这么快 为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他这边 可以先把那个终点的门给打开了以后 再来打这个洞 看佣兵的这边的一个状态再来确定啊 还行还行还行 最后还是保下这个平局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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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交流过去 这里如果说当时能够把佣兵挂上 好像应该是有机会能三抓的 应该会有机会三抓 如果挂上以后 这边的祭司他就被迫要去救人了 有可能就三抓了